这个结构理念 这个宰相怎么形成 这个宰相是由皇帝任命 皇帝任命谁为宰相 谁就是宰相 但是后来 这个结构在汉武帝时候 汉武帝觉得不好 宰相的权太大了 所以呢 皇帝在自己的身边 自己的宫内 设了一个很大的秘书机构 秘书版主 秘书版主我们教科书里面 我想你们上过段代史 秦汉史汉史里面都会讲 这就是什么呢 内庭和外朝之争 是吧 这个后来变成内庭 这外面叫做外朝 内庭划分 慢慢的细分 这个演变呢 不能再讲了 再讲我们没有时间了 现在呢 水朝把汉武帝以来的这一套 把它证实 作为国家证实的机构 建立起来 吸收了汉武帝以来 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优点 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 它的结构 上面还是皇帝 皇帝下面 这个也是玉史大夫 这个没有变 检查很重要 这个检查机构 从秦以来到 清为止 乃至到民国为止 始终是直属于中央的 始终是和行政权力平行的 这是必须的 不能把检查机构 作为行政机构的一个附属 一个下属 作为下属呢 是叫做自我建讀 本来你官为什么要建讀 因为你官建守之道 是不是 自己当官自己贪污 所以要有第三者来建讀你 你现在把它建立成 是属于我这个官下面的自我建讀 那就没有建讀了 所以腐败当然就是 不用讨论的问题 所以我说这个架构 是不用讨论 从秦以来到民国为止 都是如此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智能 他的级别和宰相一样 宰相怕他 第二个是军队 这个也没有变 军队是国家的支柱 也不属于宰相管 所以戒指这个架构下面呢 还是 行政首脑 问题是这个行政首脑变 这个行政首脑变 他不再是个人 最重要的变化 他不再是个人 不是说我任命 谁为宰相 谁就是宰相 他当百官之诈 他去指挥整个国家 机器运转 不是的 这个宰相变成是一种制度性的东西 这个制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集体宰相 怎么集体法呢 他把它分成三个部门 这个分成三个部门 中书 门下 上书 上书 三个部门 这就是说把一个宰相的权力 一分为三 切成三块 切成三块呢 上书这一块 就是行政机构 最高行政机构 原来 丞相所担当的行政的权力 在上书里面 而上书由什么人来负责呢 上书由上书令负责 第一把手 上书令 在隋唐以来的制度里面 他把上书令的品级定得很高 唐朝百官的品级 基本上是从三品开始 一二品是皇族亲王 分王的人 只有上书令 他的品级是二品 所以他明显比百官的品级要高 权衡住 整个行政的首脑 所以上书令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是不认命的 隋唐基本不认命 隋唐只认命了一个阳述 那是准备要修理他之前 把他捧上去的 当上去以后他很快就死了 也不要修理了 唐朝呢就认命了 前面前期就认命了一个 唐太宗 打天下 最后功高不少 功太高了 没办法封赏 给他当上书令 不管是 上书的事你不要管 接着也该杀头了 于是他有玄武门之变 他先动手把他哥哥杀了 当了太子 以后当了皇帝 所以这个位置实际上是 不认命 不认命了 上书就有两个副职 平时就认命两个副职 分左右 左和右 左右铺页 这个发音比较怪 铺页 不要念铺舍 有一天有一个人跑来跟我 说他是历史通 跟我侃侃而谈 先讲了唐朝铺舍的问题 我都在那拼命点头称事 但是你们最好不要读成铺舍 铺页 这左右铺页就是上书的实际的负责人 所以他实际负责人变成是两个 不是集权于一个 两个 这就是一块 就是行政部门的首脑 那么他把行政部门之外的权力给切出来 切成什么呢 中央的这个决策权 宰相很重要 在哪里 他是批文 批示 批示呢 很多批示就会变成一个政策下达 所以现在呢 重要的政策 决策 行政决策 不是国家决策 行政决策 剥离出来 你宰相没有这个权 你宰相不能做决策 决策权在中书省 中书省专门负责决策 像我们学校 明年给不给同学装空调 这是一个决策 总务部门不能决策 由中书省来决策 中书省做决策 但是呢 这个决策要防止 他做决策权很大 他出一个政策 你下面只能执行 那么好 我们对这个决策进行审议 合适不合适 用我们今天时髦的话 就是说决策要科学化 要民主化 唐朝就很注重决策的这种科学 不要拍着脑门就决策 拍脑门出政策 朝令夕改 今天出来明天就收回去 对吧 大家大跃进 人家坐了几十年 才坐出来的高铁 我们几年就坐出来了 奔驰在祖国大地 就奔出温州那个高铁 现在收回去 高铁比以前的T字头还慢 说降速降价 其实降价没降到位 现在上海到北京的那个动车 比原来的T字头还慢 收费还高多了 它就是拍脑门拍出来的决策 就是没有论证 所以现在专门是一个机构来论证 门下省 门下省对中书提出的决策 你提出一个方案 你中书是负责提方案的 我审议 门下省下面有几个省人 每个人负责一块 在门下省这几个人里面赚 这个方案他赚 每个人都有权对这个方案提出批评 最严重的批评是根本行不通 根本行不通就是驳回 不用讨论 就像什么 最高法院弄了一个什么 离婚的什么解释 离婚那个财产是归 原来谁买的归谁 这重大改变对吧 以前夫妻共产 现在夫妻财产各自的 合伙了 现在是变成合伙制了 一人拿一伙 以后吵架了 个人拎着个人的份额再走了 于是有些人不干了 说不行 你的房产 我都加个名上去 马上就有人排脑门 加名行 国家收税 加名税 这就是又是一个决策 这个决策就被驳回了 最后民分太大了 乱来 一个国家如果靠加名税能维持 这个国家也差不多三穷水尽 所以驳回 这就是驳的权利 第二个是修改的权利 这个方案基本可行 但是有很多缺陷 缺陷我们能不能把它完善 所以我们就看 门下省有两个权利 封博的权 封和博 不行的方案封起来 退回去 从你 博就是在上面就批了 个人可以批 批了以后 一个方案上面某个 这个门下省的人 他批这里 那个批那里 批的一个方案 那个纸上批的花花绿绿的 这叫做五花叛事 五花叛事 五花叛事 就是请你来叛 就是请你来夺 这个官是请来的 所以一个政府的政策 大家提意见 他很恼火 恼火什么 在古代唐朝呢 随朝就是请人来 请你当官发工资 来批驳 来分驳 驳了这个政策 才会完善 你不能把这个驳的权利 都拿掉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样子 把宰相的权 原来的宰相 变成三个部门 现在好了 变成三个部门 这三个部门的负责人 就是当然的宰相 所以明白吗 这宰相不是说 我任命你为宰相 我皇帝没有权 任命你为宰相 而是你是 这三个部门的首长 你就是当然宰相 所以这个宰相 就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集体宰相 集体宰相的好处 在他把这个具体实施 到决策 到审议 三个部门 构成一个整体 有了这么一个整体 来宰相干什么 共同决策 决定国家 一个一个的政策 所以是一个集体宰相制度 第二点我要强调是 部门首长宰相制度 所以他跟皇帝的关系 不是皇帝任命他当宰相 而是他是部门的首长 他就是当然的宰相 所以这个制度 明显比汉的制度 要进步 要好 但是在这个框架里面 还是有缺点 缺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 国家根据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需要 所以这个最高决策机构 只是这三个部门还不够 比如说 随朝面临一个军事问题 要不要平成 要不要统一中国 你这三个都是书生去决策 军队不要来 那这个决策明显不行 能不能打 怎么打 这还得听军队的意见 发现有这个问题 所以以后在这个部门首长制 部门宰相制上面 再加一个 就是皇帝可以根据需要 把相关部门的首长 加个头衔 变成宰相 所以宰相班子 实际上比这三个部门的首长 还要再大一点 比如说军队的三军 司令或者说总裁某长 现在给他加个头衔 说你就参加宰相会议 那你就是宰相 你就是 比如说这个时期 要加强法治建设 我们把司法部长 加个宰相头衔 就变成宰相 所以宰相 往往一般有五六个人组成 三省之外 再有家 这个家 以前大家在研究都讲 都追在唐史上面 说唐朝 出了一个制度 叫做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或者同中书门下三品 或者是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唐朝成为一个规矩 就这个头衔 中书省跟门下省的长官 他的官品都是三品 我刚才说 这些上书令是二品 对吧 所以你给你一个身份 说你也是同三品 你等同三品 意义就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列习宰相会 那么你就是宰相 所以加了这个头衔就是宰相 有的不讲三品 叫做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平章式是什么 讨论事情 平章式物 古文 那你就是宰相 加这个头衔就是宰相 这个头衔就可以加在很多人身上 加在司法部长 加在国防部长 加在什么部长 或者加在别的什么人头上 一加了 他就成了宰相 所以大家都追到唐朝 说是唐朝的制度 其实我在研究隋朝发现不是 隋朝没有这个头衔 但是隋朝已经在三省之外 加一部分宰相进去 只不过他家的头衔没有固定化 唐朝把它固定化 那么我们注意到这是第一个问题 集体宰相制 部门宰相制 第二个呢 他这个三省六部制的核心 在哪里呢 他的最大的优点在哪里 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 已经可以感觉到 让权力互相制约 互相平衡 要严防权力 使行政权力过大 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弊端 中国历史一直是行政权力过大 甚至到行政权力独大 甚至到行政权力压倒一切 把什么东西都纳入自己下面来 一纳入以后 权就完全大于法 权大于制度 这是从汉以来总结 一定要防止出现的 让它重复出现 这是历史的倒退 不是历史的进步 是一个大倒退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他这个宰相 在宰相的权力里面 他最重要的是把什么呢 把决策和行政 一分为二 是不是 决策是决策 行政是行政 这个行政几乎把它 变为一个执行部门 然后有一个决策 把决策 这基本上是一个决策和施政的分权 这分权最高层的国家决策 分了以后 做出的政策 交由行政部门去执行 感觉行政部门的权力还是过大 只有一个行政部门去实行 过大 所以呢 对行政部门 再把它 切开 把它全力切开 怎么切呢 这边汉代的制度可以不看了 上书省 上书省下面分为六个部 古代的社会事务比较简单 有六个部 够了 很好记 从组织人士 立护理兵行工 立是国家政府组织 护是管经济 经济生产 理是文化教育 兵是军队政令 刑是管司法 工是技术艺术 这些比较杂的部门 都放到工里面去 就六个部 立护理兵行工 立护理兵行工 现在唐朝又做一个规定 这六个部 都不具有形施政权 这六个部 是管每个领域的政令权 发布政令 每个部门 每个部门 经济部门 准备怎么做 有什么经济政策出台 那么你制定政令 你不负责实行 不负责实施 政令 政令交给下面的九卿来执行 所以唐朝这个六部 官员很少的 人数很少 可是九卿的人数很多 因为九卿是个执行部门 所以我们就看在具体的行政领域里面 他又把决策和施政又一分为二 可以说从中央最高的国家决策 到中央这个全国部门的某个领域的决策 跟施政都把它分开 所以这就回答刚才有个同学提的问题 说这个九卿和六部是不是重复 是重复 但是性质不同 这是管政令 发布政令 你制定某个具体部门的政策 这个是管实施的 就这么一层关系 谢谢大家